两个人合不合适,做了这三件事就知道 两个人走在一起不容易,因为相遇就是缘分 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很久的时候 可以通过很多方面能够知道两个人到底在一起合不合适 是不是你们就是对方心中那个他 下面是我最近总结的几点 第一点聊天 如果你决定了和你心爱的人在一起 就通过聊天看你们两个人到底合不合适对方 因为女人都是敏感动物 总是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会无理取闹 问你这问你那 你很厌烦 从而导致你们两个人没有走向婚姻的殿堂 所以在接下来的相处时间中 你可以从彼此的举止交谈当中去问问自己内心深处 到底适不适合 是不是你一直以来要寻找的那个他 第二点吃 要想判断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适 可以通过吃这方面 因为现在交通发达 很多人都会去别的国家吃中餐 西餐或者很多著名的小吃等等 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吃不到一起去 那么会给彼此造成很大的隔阂 因为有的人口味很重 有的人喜欢吃甜食 而有的人喜欢吃辣的 所以不要因为这个小小的问题 而导致两个人分开 如果你们能够吃到一起去 那么你们绝对很合适对方 第三点睡 两个人合不合适 其实从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能够看得出来 睡觉其实也是一种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 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从而把他们培养成一种自私的行为 然而不管是现在的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都会有一部分人有一个洁癖 在他们眼中自己就是干净了 别人再怎么干净都觉得不干净 如果你在他眼中他觉得你不干净 那么你们两个人是走不到一起去的 真的不合适 睡眠是什么 身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只有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 才能使整个人看上去很精神 如果你的睡眠状态不好 那么就会影响你的另一半休息 从而让你们两个人之间产生争吵 其实通过我们身边的一些点点滴滴小事 就能看得出来两个人在一起 到底合不合适